中越战争回顾 中越边境12号至13号借庄之间最高点 主峰海拔1422.2米 占据老山 向北可通是我国境内 纵深25公里的广大地区 向南可俯瞰越南老寨 清水以南至河江省会27公里地区 向东可封锁我国麻利坡县 至越南河江省的主要通道 口岸 向西可监视12号接庄以西 至寇临山边境主要点 各越南西北部和江市 通向中国云南省的咽喉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至今立委兵家必争之地 中越双方对这个地方都极为重视 按照国际惯例 相邻两国边界两侧 各15公里以内 禁止屯兵和进行军事演习 但越南政府自我军1979年完成自卫还击作战以后 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秘密派兵侵占老山之后 依托复杂的地形 修筑了大量腾道 嵌豪 连体 藏兵洞 多道血丝网 陷阱和防部兵豪 1984年4月28日至5月15日 昆明军区部队经过精心准备 一举收复了被越军侵占的老山 八令和东山地区 并进一步夺取了松茅岭和那拉前沿的部分越军高地 将战线泄入越南境内一公里多 在这种态势下 越南清水地区以门户洞开 河江纵深地区也受到直接威胁 越军高层极为震动 越军丢失老山阵地后 频频反扑 妄图重新夺回老山这个咽喉老地 于是就有了4.28 6.12 7.12大反扑 其中 7.12松茅岭之战 是越军最大规模的一次师团级进攻 也是老山拉锯战中最为最为惨烈的一战 不过 7.12大战以越军的失败而告终 7.12一战 越军在松茅岭上留下了3700多条生命 尸体把山坡都盖满了 叶剑营元帅看过战场录像后部 进京探 自淮海战役以来 还没有见过这么多敌人尸体 火军在金寺战斗中也有一定的损失 但由于保密的原因 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但可以肯定是 作为首方 还有重火力的支援 伤亡损失肯定是相对较少的 由于尸体太多 加上南亚丛林气候炎热潮湿 因此尸体很快就开始腐烂 而且出于人道 我方决定通知越军收尸 7.14号 我们打宣传弹 让越军来收尸 规定他们要打红十字棋 50人以下不准带武器 但越军来了6.70人 不但不打棋 还架着高射击枪 好 你办了还违反规定 还来逞能 我也没客气 于是泡兵一个急促着 打得一个也没回去 于是越军再也不来收尸了 正好赶上雨季大热天 尸体腐烂得很快 防化冰上去消毒 大瓶香水到处撒 用火焰喷射气烧 前沿阵地臭气熏天 士兵们被熏得连连作呕 连饭也吃不下 此乃后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